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6日 星期三 今天香港的疫情仍然相當嚴峻 今天確診有4000多宗 初步陽性有7000多宗 加起來就是過萬 現在大家看到 疫情確實越演越烈 數字每天創新高 所以大家要好好保重 今天有兩宗有關疫情的新聞 都相當有象徵意義 值得拿出來討論 第一宗就是國家主席習近平 正式就香港的疫情 發出了重要的指示 而另一宗就是有人 由香港偷渡回大陸 15個人由香港偷渡回大陸 去被疫 逐單逐單 排名分先後 重中之重 當然是講國家主席的重要指示 這宗新聞是由文匯報和大公報 今天的頭版頭條說出來的 當中提到 習近平透過副總理韓正 向特首林鄭月娥 表達了對香港疫情的關注 而且還發出了重要指示 這個指示就是三個一切 兩個確保 什麼三個一切呢 第一就是要以盡快 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第二就是動員一切 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去處理 第三就是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這就是三個一切 兩個確保 第一個確保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第二個就是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這就是今天見報 習近平對香港當前疫情的重要指示 習近平當然過去兩年 都對香港的疫情很關心 而他去評論香港的疫情 也不是第一次 記憶中一年之前 去年一月 當時林鄭月娥原本要去北京述職 但是因為疫情 最後就不能上京 改為視像述職 而習近平在視像會見林鄭的時候 就說了他對疫情很憂心 這句很憂心 即是表示他都明白當時的處理 令他有點擔心 因為未處理好 但是這些如果跟今天比起來 當日那句說很擔心 和現在說要將抗疫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那語氣有明顯的分別 這次是語氣重很多 強調很多 其實記憶中 習近平說要以某某工作作為香港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似乎都是第一次有這樣的說法 第一次用到這麼重的字眼 可見那種情況的嚴峻 其實針對他這個的重要指示 我覺得有幾點 確實很值得大家留意 我嘗試有這樣的解讀 第一 你從那個指示來講 你可以看到 其實習主席 覺得現在我們香港的疫情 確實是相當相當相當嚴峻 甚至可以說我們香港的疫情已經失控 因為他說要盡快穩控疫情 正因為為什麼要穩控呢 因為失控 所以你就要穩控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 習近平對我們現在疫情的研判 已經失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他提到兩個確保裡面 要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那就是說 其實習近平擔心什麼呢 就是擔心現在由疫情 可能會衍生到香港的大局出現不穩定 所以他就要提出 要林鄭要留意這件事 要去確保這件事 不要失控 疫情不要失控 社會大局不要失控 這個就是他的關注點 這個是第二點 第三點呢 就是他的指示 也都很明顯 你看到 有些事情 很多事情 會陸續出來 因為 習近平說到 他現在要去穩控疫情 是盡快穩控疫情的 而且還是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其他事情可以不理 但是要盡快做好這件事 固然要盡快 就是說很多事情就會馬上 不是陸陸續續 是馬上 你會看到一些招數會出台 就是要去達成 他那個指示 達成他現在給了特區政府這個任務 所以我覺得 就是看了他今天 那個 重要指示 我就有這三點的解讀 那對林鄭來說 我相信現在壓力一定是相當大 是從未有這麼大 因為主席交託了一個這麼重要的指示 當中有一個要壓倒其他一切的任務 要他去完成 但是他在抗疫的過程中 過去這兩年的表現如何呢 大家心中有數 如果不是這樣 都不會去到今天這個出這樣的情況 但是他可以 就是他怎麼可以在現在裡面 去 好好完成主席交託的任務呢 我覺得這件事對林鄭呢 我相信他會面對 前所未有這麼大的壓力 在這裡插開一點點的題外話 既然習主席說 以盡快穩控疫情抗疫 做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即是說如果 你疫情搞不定 3月27號那個特首選舉 一定有影響 甚至可能 疫情未搞定的時候 選舉都可能會靠邊站 這個大家有一個 多多一點點心理準備 這個有些題外話 但是其實 怎樣處理疫情 當然都是 中央對林鄭的成績表 一個很重要的比分 所以這些都是會 很多後著的 當然我剛才提到的三個解讀 第三個解讀裡面 包括了會很快 會有很多措施 馬上出台 但是當中 習近平今天那個重要指示 還有一點 還有一些字眼 我覺得是很值得大家留意 一方面 習近平就說 他覺得特區政府 就要在抗疫那裡 要扶起主體責任 所以你看到林鄭昨天出來 都馬上照抄 用回主席這個字眼 就說香港在抗疫那裡 負擔作為主體責任 林鄭昨天都有類似的說法 這個香港主席說 香港作為要負擔 主體責任在抗疫那裡 但是同一時間 習近平的指示裡面 亦都提到 就是說中央現在 找了港澳辦 和衛健委牽頭 去成立一個 有中央官員和專家 廣東和香港 三方面的協調工作小組 協調統籌工作小組 一方面 香港要負抗疫的主體責任 另一方面 就由 港澳辦和衛健委牽頭 我覺得這個主體和牽頭 這兩個字眼 很值得大家去留意 牽頭 牽頭 以我的理解 應該是負責 那 而主體責任 我覺得這個 比較複雜 如果我去解讀它 你要承擔責任 那 當中 是不是好像我這樣的理解呢 那我中文可能 真是普普通通 那所以 我就 將我的 看法 跟大家分享 那但是 究竟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理解呢 那我就 大家可以去討論一下 不過我覺得這個 以 港澳辦 衛健委牽頭 而香港 就負責這個主體責任 這個 表面上 就是 用這些字眼 我覺得都是 相當值得留意的 一些用字 那 我就在這裡 就和大家 講一下 就是 我有這個 看法 那 那 那 習近平那個 重要指示 就大概 我的解讀就是 差不多 那 香港人都有 有心理準備 就是 未來 應該很快 就有很多 因應 習主席的指示 我相信 會有很多的措施 可能會 陸續有來 那我們拭目以待 那 那就 談第二個的話題 另外一單 今天 就是我剛才都說 很有象徵意義的新聞 就是 今天話說 就有 新聞爆出 就是有 15個人 由香港 就偷渡回內地 抗疫 據內地發出的公告 就說 現在這15個人 裡面有12個人 已經 就是內地已經掌握到他們的行蹤 不過當中是有些確診的 那 另外 就有些繼續 就是 繼續找緊 那 現在重組的過程 就是 這15個人 就是在 星期一 14號 就是情人節 那天 凌晨3點多 就在東涌碼頭上船 然後 就從水路 去了珠海 跟著 就在珠海 就是 蛇頭 就安排他們去 去 搭 車 然後 去到巴士站 跟著就分散了 有些人自己開車 有些人就坐 公共交通 去了不同的地方 都分得很散的 既有 廣州 這個 東莞 深圳 很多不同的地方 甚至去到湖南 湖南有個深州市 都有這些 由香港偷渡去的人 不過 現在 還未確定 這15個人 究竟 因為角色原因 在香港生活的內地人 還是 真的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因為內地的公告 他提到個別 有些人的 有他的名字 但他主要說 他在內地的官籍 就說他是 內地哪裏哪裏的人 但他就沒有去註明究竟 他是 是不是 香港 永久居民 香港居民 這些他是沒有說 所以這裡是不清楚 但是 無論 是在香港生活的內地人 或者是 香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他這個偷渡的行動 都很明顯是對 特區政府那種抗疫的工作 是投以不信任屁 可能他不想隔離 或者他什麼 或者他沒有信心 原因很多 但是起碼就是 同樣的就是 投以不信任屁 這件事 不要說殖民地時代 就算是回歸之後 歷任特首 都從來沒有出現過 竟然有人 在香港會偷渡回大陸 我想這個是以前大家 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但是無法想像現在都發生了 朱海現在還說 要懸紅十萬元 去捉這些 由香港偷渡去內地的人 又說要掙扎民兵 又說要在漁船怎麼阻折 很嚴陣以待 去防止 由香港偷渡來的人 你說這個是否 以 從我們香港人的角度看 覺得很荒誕的事 但是荒誕的事 現在就成為了眼前的事實 換一個角度 林鄭這次真是又考第一了 不過她這個考第一 一將功成萬骨庫 就建立在很多香港人的痛苦方面 其實這個偷渡之前都已經有前奏 幾天之前大家看到深圳灣口岸 都有大排長龍 那些人就算未預訂到內地的檢疫酒店 都說寧願在這裏等幾個小時 都要補希望可以離開香港 回到內地 那些多數是內地人 很多都是港票 同樣他們都是對特區政府 那種抗疫做法 有諸多的怨言 亦都是投不信任票 那所以林鄭的成績 都可以說抗疫成績都可以有目共睹 那習主席現在那個指示 有句題外話 習主席就說抗疫在香港 作為當前壓到一切的任務 那3月27號的特首選舉 是否如果她還未能夠盡快 尋控到那個疫情呢 選舉就可以靠哪一站 選舉都會靠哪一站呢 其實林鄭真是很大壓力的 你想想 因為主席不僅叫她尋控疫情 還要盡快 她過去兩年 都做不到的事 現在就要盡快去做到 那你說 對她來說 這個是 挺艱難的任務 那希望呢 天佑香港 我們談到這裏 拜拜